同判大人听出这个意思了,面容惊恶又复杂,看来这一次,永庆府要死一大批人口了。 不过,对于那个女子来说,面对这样的事实更是很痛苦的,她呕了声,没有再问什么,目前最重要的是为更多人争取生的机会。 那她去哪里了? 黄子乔才不理会他们说的什么意思,只是关心这个问题,自从确认传染以来,知府大人就没在人前出现过,不过好在儿子顶替了她的位置。 说是查找传染源,好像是猪的问题,他带着人昨天就去了。 张同说道, 昨天?昨晚就没回来? 黄子乔提高声音,迈上前一步。 张同这些人,短短一日,已经被各种喊声喊得麻木了,但听到这个突然拔高的声音,还是睁了下,愣愣地点点头。 传染源,是不是很危险? 黄子乔又问,那是自然,能让这么多人得病? 张同点点头。 往哪边去了? 张同指了个方向。 那边有养猪的地方。 话音未落,黄子乔已经冲出去了,留下张同和通判大人面面相去。 其娘子没有白救他们的命。 通判大人带着几分感慨,笑了笑,对一旁的差役抬抬手。 快跟上兽爷,别让他出事。 差役领人要走,张同又拦住,取过几套隔离符。 差役们辛苦了,保护好自己才能救治更多的人。 差役看着地上来的隔离符,有些激动。 要知道,如今千金堂的隔离符,在市面上已经炒到极高的价格了,而且极其难得。 拿着吧。 通判大人说道,差役这才结果。 一群人欢天喜地地穿上,每个人脸上都一扫方才的不安,取而代之的是信心满满。 怎么可能不害怕呢? 看着不断地有病人从四面八方地奔来,职责所在,他们不能躲在家里,还要各处巡查。 甚至哪里有病人还要到哪里去? 现在好了,有了千金堂的衣服,似乎身上就有了一层铁罩衫。 如今,全城的大夫们都已经投入救治,本官已经报了这职总督大人,不日便有更多人手赶来。 那些防疫核查什么的事,就由他们来做好了。 通判大人说道,张同松了口气。 说着话,外边一阵骚动,胡三进来了。 我的爷,您可算回来了,再不回来没法过了。 张同顾不得通判大人,忙接过去,又是急又是高兴又是抱怨。 胡三一头一脸的汗。 石灰,更高纯度的酒都运到了。 他喘着气说。 说着话,身后车马隆隆声,二三十人推着赶拥着十几辆马车进来了。 不是说人手不够吗?这么快? 张同大喜的结果。 而这边赶马车来的人却有些慌乱。 哥,贵府的人? 一个穿着不衣的男人,忍不住低声喊道。 咱们快跑跑。 他的话音才落,就被身后的人踹了一脚。 闭嘴。 张同已经过来了。 诸位都是人力吗? 看着这些人的穿着打扮,都是一般的百姓,但长得样子有点,有点凶。 是啊是啊,不是不是。 为首的几个人想起不一样的回答。 张同愕然,通判大人也缓步过来了,不过他并没有看人,而是看车上的东西。 但这足以让这边二三十人一阵骚动,纷纷地向后退去。 怎么了? 胡三也过来了,看着他们似乎紧张得很,忙拍着临近的一人胳膊。 来来来,我来介绍,这是我大师兄。 这个人挤出一丝笑。 说起来,真的是我好运气,我正愁这些石灰死活运不走呢,他们就过来了。 原来呀,也是买石灰的。 听说石灰被我包园了,他们感到很遗憾。 看我无人手运走,他们就提出帮咱们运货,好歹也能挣些钱。 胡三笑呵呵地说。 想到那时,急得浑身着火。 这些五大三粗,还自带驢车马车的人出现,无疑就是天降甘露。 话说到这里,又凑紧张童,压地声音。 而且人力价格非常便宜。 这才是他如此喜悦的大部分原因吧。 张童瞪他一眼,对这些看上去很紧张的汉子们施礼道谢。 这边,通判大人也看完了车上的货物。 这些事本该是官府来做的,却让你们做了。 他说道,转过身,看着张童胡三,拍了拍车。 那么力气你们出了,钱就不能再让你们出了。 这次你们防疫花费的数目,都由官府来承担。 此言一出,胡三大喜。 多谢大人,多谢大人。 他连忙失礼说道,张童也没想到,通判大人会在这个时候给出这样的保证,也跟着道谢。 到时候你们整理出费用的单子抱过来。 通判大人话没说完,胡三高兴的就从身上摸出一张单子,双手递过来。 大人,这是截止今日所有的花费。 通判大人一时没反应过来。 张童有些尴尬的瞪了胡三一眼,那眼神分明就是说,有你这样的吗? 通判大人哈哈笑了,伸手接过。 好,我尽快将这些钱与你们拨付下来。 胡三欢天喜地,犹豫半天,还是没舍得说出那句不急不急。 永庆府大义官员们很忙,通判大人视察过后,便忙忙的走了。 送走了大人,胡三张童都松了口气。 那些还在车马旁边的男人们也松了口气。 哎呀,娘子,吓死我了,我第一次站在离当官的人这么近。 一个男人忍不住眉飞色舞。 我回去好好显摆,显摆你的头,闭嘴。 旁边的人给他一下。 这边,张童也给了胡三一下。 说句不急,就难为死你了。 本来就很急嘛,师父的钱已经要花光了。 你知道这段时间花了多少钱吗? 光的青霉素都抵上咱们一个千斤糖了。 张童瞪大眼,事实上,他们对于千斤糖的花费根本就不知道。 那,那么多?那几个烂橘子,刮,木头架子什么的? 张童结结巴巴地问。 胡三哼了声。 橘子,刮,是不值钱。 但是你知道,师父他们用的那些培养机都是怎么熬出来的吗? 海藻,海藻知道吗? 一车一车的药,又一车一车的肺。 白水晶啊,那么大的白水晶啊,才磨出那么两个小事果。 还有那些盆罐木架,我加了多少钱才赶着出来的? 有一点不合适就不能用,要重新来做。 那些钱都是流水似的,还白流了。 他越说越难过,忍不住抬袖子擦眼泪。 师父每天吃的都是什么?穿的都是什么? 像他这般年纪的女子都在做着什么? 你再看看他。 胡三说到这里,再也忍不住,竟然放声大哭起来。 一院子的人都吓了一跳,看过来。 看到一个大男人站在院子里仰头大哭。 这儿,这儿是怎么了? 张童又是心酸,又是尴尬,要呵斥他,也有些于心不忍。 他看着胡三,一副风尘仆仆,脸上身上都是石灰,被打过的脸上的伤还没好。 最近,胡三的压力也很大。 他们担忧的是病情,而胡三则担忧的是一切后勤补给。 他们只管治病救人,只管伸手药,只要伸手,胡三就得递上来,不管用量多大,用得多急。 他最终叹口气,伸手拍了拍胡三。 好歹现在是有了眉目,知道什么病,你也好好歇歇吧。 胡三哭过,情绪好多了,擦着眼泪摇头。 我把东西先入库。 他哽咽说道,一边去招呼那些人。 赶到后院来吧。 那些赶车的人都看傻了。 此时,见着一个男人跟小媳妇似的,一边抽气,一边跟他们说话。 有人都忍不住不吃小厨生,但忙又捂住嘴,赶着车茫茫的向后而去。 院子里这才恢复正常,又开始忙碌纷乱起来。 站在病房外的流浦城,叹口气。 唉,大家都压力大呀。 这样子,只怕更大。 朱大夫在后也低声说道,说完这句话,又叹口气。 好了,咬咬牙,就要熬过去了。 朱大夫也点点头,二人转身,进去忙碌了。 这边发生的事,齐悦并不知道。 此时此刻,他正忍不住欢呼雀跃。 看啊,看啊,他情绪激动,有些失态,指着眼前一排架子上的试管。 日光下,白水晶发出耀眼的光芒。 族长以及几个村人,忍不住再靠近一些,发出惊叹。 这么名贵的东西,一定值很多钱。 妇人忍不住喃喃说道, 这个女人看起来很有钱,那么她到时候要索赔的话,一定要放开了口。 不是,我让你们看这个。 齐悦说着,拿起一根小棍,指在试管上。 看,这里。 水晶里,上下分明的液体中间,一道明显白色的环,那么的明显。 这个,这个就是病猪的沉淀反应。 齐悦说着,又伸手,指另外一个。 而这个,没有出现白环的,就是健康猪的沉淀反应。 族长等人看着他。 只有得了探居的猪,才会出现这种反应。 安老大夫,以及弟子们也都围着看。 真是神奇啊,既然真的会出现不一样的反应,太神奇了,这是怎么发生的? 大家都喃喃地说。 试验,反应,细胞,这些奇怪的名词在每个人的脑海里穿梭。 神奇的大自然。 村人愣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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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愣� 是给你们看的,是给我看的,你懂不懂的,没什么,我懂就行了。 妇人又愣了,什么意思? 我是证明给自己看的,我知道我做得对就行了。 那么,我宣布,你们村子里的猪得了碳居饼,需要隔离以及销毁。 启悦转身,看着这些村人,销毁,妇人愣愣地看着他,销毁是什么意思? 黄子乔找过来时,看到的是混乱的场面,二三十个村民愤怒着叫嚣着,将启悦等人围住。 几个弟子,每人一个,死死地扑住那些药箱。 干什么?造反吗? 黄子乔大声地喊着,黑马扬鞭冲过来,噼里啪啦的就是一顿乱抽,身后的差异自然不甘示弱。 一阵哭喊后,村民退开了。 小乔,你怎么来了? 齐悦看着他,高兴地问。 黄子乔下马,哼了声,没说话。 哎,怎么不穿隔离服? 小孩子家的,你乱跑什么? 齐悦拉着他看,皱眉。 黄子乔不耐烦地甩开他的手。 喂,你找到没? 他绷着脸问道。 齐悦愣了下,旋即明白了。 当然。 他抿嘴一笑,头向那边一摆。 那,这个村子的猪,要做什么? 黄子乔又问。 齐悦点点头,伸手向四周指。 首先,病猪全部隔离焚烧深埋,但因为没有时间去鉴别,所以最快最安全的做法就是,所有的猪都一并焚烧深埋。 话音彩落,那边的村民中又响起哭声。 天啊,这是没法活了,不如将我们也烧死吧,这是断了一家的活路啊。 那妇人坐在地上,已经哭得披头散发,垂胸顿足。 闭嘴! 黄子乔喝道。 看他穿着,再看身后的差役,妇人哭声稍稍停了下。 这位公子,这实在是没法子啊。 几十头猪,就这样说弄死就弄死,这,这说不过去啊。 族长沉声说道。 大伯,我说了,这是病猪,现在不要把它们当成生财的家畜了,这就是定时炸弹啊。 事到如今,你们非要喂了这些猪,赔上全村,乃至全城人的性命吗? 你别说这么大的话,怎么就全城人的性命,就是我们的事啊? 因为是我说的。 你,你说什么,就是什么吗?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,哪有这样的女人? 在这件事上,的确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 对不起,我没有时间给你们耐着性子解释,如果你们不信我的话,我也没办法,我只能做我该做的。 该做的是什么? 小乔,你回去速速告诉你父亲,带人封了这个村子,所有的猪,包括其他的家庭,都要全部的销毁。 启月看着黄子乔说。 此言一出,众人再次哗然,那夫人又开始嚎哭。 这还用跟我父亲说什么,我说了就成。 黄子乔才不理会这些人,一面将手里的鞭子甩了甩。 现在,你们马上回家收拾东西,暂时都到。 他说到这里,看齐悦。 暂时都到千金堂,进行疑似兵礼排查。 你,这村子我们住了几辈子了,你说让我们走我们就走,不可能,我们不走。 村长也怒了,咬牙喊道。 伴着他的话,其他的村民也高声喊起来。 我们不走,我们不走。 好啊。 黄子乔瞪眼,举着鞭子就要打过去,被启月一把拉住。 人多势众,气冲突的话,他们铁定吃亏。 再说,在这里,还是千万别有了外伤的好。 看着启月等人不说话了,村民高兴起来。 就是,开口就要烧毁他们的猪,这简直跟硬抢人财物的土匪一般。 说到哪里去,他们也有理。 至于,那些病什么的。 说我们的猪害人得病,我们怎么都没上。 就是,弄那些瓶瓶罐罐的捣吃一番,就说我们的猪的事了。 他们说着话,其中一个忽得看了看地面。 塔尔说,我怎么觉得地好像在抖。 什么? 旁边的人看下去,也察觉到了。 不会地动了吗? 刺眼一出,吵闹的人群愣住了。 地动! 真的在动啊! 一个大声地喊。 话音未落,就听见马蹄声游远极近。 众人松口气。 是马蹄声,大呼小叫得吓死人呐! 族长扭头喝道。 他刚说完,还没转头,就愣住了。 视线落在后方。 大家不明所以,也都跟着看去。 只见不知什么时候,身后奔来一队人马,如同扇形向这边包围过来。 马上的人铠甲鲜明,刀枪如鳞。 怎么来了这么多营兵? 所有人都愣住了,不闻半点吵闹,只有那骑刷刷的马蹄声一步一步压过来。 看着那个走在最前边的男人,黄紫乔哼了声,没好气地将手里的鞭子在地上甩了甩。 这些营兵走近,随着几个首领模样的人的手势,拍马四散。 随着他们的四散,地上出现一道白石灰线。 原来,每个人的马上都绑着石灰袋子。 这些营兵的马上都绑着石灰线。